我是念過顧炎武廉詞的學生 除了顧炎武廉詞裡面 剩下的十個字 我還記在心裡面之外 其他我都忘記 這廉詞裡面寫了什麼 可是我非常記得 在論語裡面 孔子曾經對詞共說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好 那我由這八個字來表達 我們今天的立場 同時來澄清我們民事的作為 絕對不是所謂的偷偷簡調 侮辱智商 手段低劣 明顯違法 接下來我們會開放媒體提問的部分 好 各位我站起來講 這個以示尊重 我是民事新聞網路部的經理 畢信成 陳光中 那我在民事服務了很久 我第一次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我必須出來做一些回應 關於各位先進 剛剛不管是指控 或者是誤解 我要做說明 所謂的消失的44秒鐘 這個不是民事所謂 大家請耐心聽我講 那我們在民事的新聞網跟FB粉絲頁上面 都已經做了澄清 我想黨這邊應該有收到我們的回應 那我們的回應呢 最重要我簡單講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送出去的各路的訊號 主要是給三個對象 第一個對象是給中選會 第二個對象是給所有的媒體 第三個對象是我們自己的內部 也就是這一次你們認為說出了問題的那44秒 是從民事的快新聞透過YT直播出去 少了44秒鐘 那這44秒鐘的這個訊號呢 我們也同步同樣的一個完整的訊號 一模一樣的東西 在FB上面 也是有完整的直播的 那我這邊是這麼認為 同樣的一個東西 我不管說送給中選會或者是各路媒體 大家可能覺得那可能是不同一套東西 那既然送給YT跟送給FB是同一套東西 那我們為什麼要在YT的呈現上面去減掉44秒 而在FB的呈現上面不減掉44秒完整播出呢 那我們深究這個原因 我們也自己做了內部的一個查證 這樣子的訊號送出去 到接收端那邊 如果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也在想 有沒有可能在接收端那邊會出了問題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那到這個部分呢 因為牽扯到別的公司別的行業 我們也沒有知道它的回應是什麼之前 我先不做論斷 可是我可以保證 就是在民視出去的所有的訊號 我們沒有不會也不必 去做一個惡意 減掉44秒 去擷取掉這44秒的內容 這是第一個澄清 那第二個部分呢 關於剛剛 陳志涵 這個陳發言人 也是我們部分區的候選人所提到的說 他所收到民視的一個經理的一個回應 說這個過程呢可能是因 AI自動篩選掉所導致的 我說這個沒有經過這個AI 而且我們該位經理他說 他的原話他說他說的是系統 並不是AI 而且不是被篩檢掉 或者是做了其他什麼任何的手腳 或者是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要來澄清一下 澄清說明一下 那第三個呢 我們在台上的四位 都是我們這個 曾經是立委 或者是現任是立委 或者是未來可能是立委 這個我們國家的動良 以及我們人民的公僕 那當然也有可能成為我們未來的副總統 這個吳欣穎委員 那我希望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剛剛看到整個簡報上面的這個標題 The content removed by FTV 這個後面也沒有打上任何一個問號 這等於是一個實質的一個指控 就是說這個內容呢 是被FTV 也就是民視所移除掉的 沒有問號沒有疑問沒有驚嘆號 什麼都沒有 那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我們當然是否認 我們也不承認 我們有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各位 長期在政治圈 或者是在為人民服務的時候 我想應該也遭受到很多 類似今天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謂的不實的指控 或者是惡意的栽贓 或者是任何的種類 這很多說法 我想大家都可以去解釋 那我 現在大家很流行在講 這個課綱要不要改 我是唸過 顧顏五連齒的學生 那除了顧顏五連齒裡面 剩下的十個字 我還記在心裡面之外 其他我都忘記這連齒裡面寫了什麼 可是我非常記得 在論語裡面 孔子曾經對子貢說 那八個字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那我用這八個字來表達我們今天的立場 同時來澄清我們民視的作為 絕對不是所謂的偷偷減掉 污入智商 手段低劣 明顯違法 好 那至於 我最後再說明一下 那個44秒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在現場同步觀看那是44秒的播出的時候 它在YT是呈現一個類格 也就是所謂緩衝 大家常常看影片的時候 跑不動那樣子的情況 可是為什麼剛剛各位播出來的那個影片 最後是從八分多鐘的直接跳到七分多鐘 這中間的是44秒像是被一刀剪過的 那個是在YT最後匯整封包上傳的時候 它自動就把中間類格的東西 是這樣子因此把它消失掉剪掉了嗎 好 也有人反應給我們說 他在家裡有看到影片有看到柯文哲在講話 可是柯文哲總統候選人講話的聲音 他完全聽不到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是應該剪過了嗎 那為什麼最後會是這樣子 有人看到那樣子的情況呢 這表示在所有的過程中 我們都是完整的播出 完整的訊號傳送 那至於接收方那邊出了什麼問題 就完全不是我們這邊能夠理解他們的專業 來替他們解釋 這是以上我的回覆 好 請四位 謝謝陳經理 那個不好意思 我首先還是要說 因為這場還是我們的記者會 那如果說民視這邊 事前就已經打算要來做說明的話 其實我們非常歡迎 那不過呢 基於禮貌上 或許應該先讓我們知道 因為現在是媒體提問的時間 同時這是我們的記者會 那我們的記者會呢 對於我們所有的證據 還有呢 您方的聲明 我們剛剛也都有出示了 所以對於民視在轉播的時候 明顯的瑕疵 無論你們解釋是轉播的訊號問題 或者是風暴所謂的問題 我剛剛所指的是 在你們風暴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怎麼樣的lag 的確有44秒鐘 在民視快新聞的連接上頭 是被消失了 這件事情是真確的 而且你們也發現了 在我們準備要開記者會的時候 把完整的影片才放了上去 原本是私人影片 原本是設置私人影片 那我要再次強調第一件事情 民視快新聞的播出 的確44秒鐘被消失了 這是事實 這不是我們做的 第二點 我的評論是基於你們民視的快新聞 所發出的聲明稿 這個聲明稿當中就是強調說 這個是YouTube自動封包存檔的 也就是我剛剛提到的AI 我並沒有超異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系統自動封包 這是你們所解釋的內容 那麼在我在召開記者會之前呢 其實蕭經理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我也明確的跟他確認過 請問你們了不了解 你們的技術性問題是什麼 他告訴我還不清楚 技術人員還在查證 所以如果基於一個公平 還有互相理解的原則的話 我認為民視身為一個這麼大的 這個新聞媒體機關 當你們準備要來回應的時候 應該是基於禮貌性的告知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發了採訪通知 我們把我們的主旨做了說明 而你們來給我們的內容 當中的訊息是不清楚的 但是真實呈現的狀況是 在民視快新聞的訊號當中 確實是有部分被消失的 這對民眾來說 他們的公眾的知的權益是受損的 而我們要強調的 不只是民視的狀況 我剛剛也特別強調了公視的狀況 公視過去也是如此 把柯文哲的片段給消失 這不是一家電視台 我們剛才呈現的是 在過去的這場大選當中 我們的的確確看到了很多的媒體 基於商業的考量或政治的立場 而做出了這些主觀的判斷 不管是在政論節目上 或在新聞內容的檢取上頭 有明確的偏頗 這不只是個案的問題 這個是通案的問題 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訴諸媒體的原因 因為台灣的民主不能倒退 台灣的第四權不能夠被牽制 第四權賦予你們的是權利 我說的利 後面是利益的利 但是不是權利 不是力量的利 不只是力量的利 身為一個第四權 必須要站在捍衛人民公眾利益的權責上頭 去做所有的產制 新聞產制 這是我們今天這場記者會上 主要要闡述的內容 謝謝